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邱绍云 四川省同两线人 志愿军第十五军二十九十八十七团三一九年战士 1951年3月 他随部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在开赴前线途中 他冒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 从燃烧的居民防务中救出一名朝鲜儿童 1952年10月 邱绍云所在部队担负攻击惊化一期联合国军前烧阵地 三九一耕地的任务 为了缩短进攻距离 便于突然发起攻击 十一日夜 部队组织五百多人在敌阵地前面的彩虹中前 十二日十二时左右 敌人试探性发射几颗燃烧弹 其中一颗落在他潜途点附近 草丛立即燃生起来 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 但为了不暴露目标 确保全体潜途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 他咬紧牙关 把双手深深地插入泥土 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肤 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坚持三十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 实践了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的 为了战斗的胜利 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言 1952年12月4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朝鲜前线的一篇通讯 伟大的战士邱绍云 从此志愿军战士邱绍云严守战场纪律 以自我牺牲精神 确保战斗胜利的事迹 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邱绍云牺牲后 部队给他第一等功一次 1953年6月 为了表彰他的伟大精神和不朽功勋 志愿军第三兵团给邱绍云改计特等功一次 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朝鲜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和金星奖章 一级国旗勋章 邱绍云用年仅26岁的生命 诠释了伟大战士的集体主义精神 自我牺牲精神及铁的纪律观念 永远成为青年人终于职守 严守纪律 报效祖国的楷模 1962年邱 为了纪念黄继光和邱绍云这两位英雄牺牲十周年 郭沫若给他们提了这首诗 火中不灭 纵盘仇 国际英雄 黄女秋 特敌敢将身作盾 附军甘雨 血为游 牺牲我做真行鞋 鼓舞人真 最善游 谁到艰难为意死 轩昂壮烈 耿千秋 烈火中永生 你活在我心间 你活在我心间 路过的微风 也沉默无烟 坠手的花儿 也泪流满面 滚烫的石头 还憎恨那团火焰 烧焦的泥土 通在心间 轻松说 烈火影红蓝天 山风说 心灵无比震撼 大地说 你化作万丈光颜 历史说 你留下永恒瞬间 亲爱的山友啊 我把你想念 不复的声音 像一座高山 短暂的生命 如花般灿烂 今生的火炬 再一代代流传 大地说 心灵无比震撼 大地说 心灵无比震撼 路过的微风 也沉默无烟 坠手的花儿 也泪流满面 滚烫的石头 还憎恨那团火焰 烧焦的泥土 通在心间 轻松说 烈火影红蓝天 山风说 心灵无比震撼 大地说 你化作万丈光颜 历史说 你留下永恒瞬间 亲爱的山友啊 我把你怀念 年轻的笑容 浮现在眼前 其实你并没有 并没有走远 烈火中永生 你活在我心间 历史 speakste güzel director 刘牧 那孔子 太低三 岔斑 Kin stations 监卡 基本 să Point den 揦泥河浩 単河河 単河河 沙峰ed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